大家好,我是金子 今天去苏州的普庄演出 是一个小朋友的满月酒 本来我以为 金子的肚子越来越大 我们就能歇在家里了 结果没想到演出突然多起来了 而且别人就是看中这个 肚子里有个小孩 非常的吉利 可以讨口彩 金子,真的辛苦辛苦你了 像我们这个行业 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息息相关 经济越好 老百姓的物质生活越好 那么就更需要精神上的追求 演出就多 像前三年那个情况 大家都赚不到钱 怎么可能再有心思来听平台演出 这里开了40分钟 再开过去就是东山了 今天晚上就是这里 千方云庄园 感觉上有点像一个农家乐 好的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谢谢 走错了 后面那个厅是他们点菜的地方 你们好,你们好 小朋友家宴 他妈妈是网红 看看今天演出的地方 这个厅还是蛮大的 金子,有没有感触 但你7月份生了9月份 我们也搞一个你看怎么样 我们是在这里看看隔壁是什么 是一个公司的15周年庆 朋友们今天这个地方特别有代表性 我拎出来跟你们说一说 现在舞台就正好是外面 然后我们里面这一间是监控室 应该保安晚上就是睡在这里的 我和镜子以前江浙户演出了几年 住在外面 一个地方是住15天 说长篇的 基本上应该说有一半吧 都是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住宿的地方 就是在舞台边上 一个小房间 所以今天这个地方 真的是勾起了我的回忆 这里的三脚架话筒出了点问题 所以只能辛苦服务员了 当然不可能让服务员白举的 东家也是给了小费的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再次祝福今天的这个小朋友 健康快乐 收工回家 拜拜